Hello 各位 今次就想做個開箱 那這是什麼呢? 今次是在淘寶買的一個 航拍機 其實不可以叫做航拍機 這個其實我自己稱為 一個航拍的玩具 通常會有這樣的分別 航拍機就是 一些專業一點,可能拍商好一點 那我這次就叫航拍機 可能你說航拍玩具 或者聽到人這樣說 其實玩具呢 你可以當是可以飛的 但可能是某些功能上 某些重要的功能上沒有那麼發揮得好 或者是沒有那麼專業 沒有那麼漂亮的畫面 譬如說如果玩具的話 就可能聯想到那個鏡頭不漂亮 鏡頭不漂亮 那我這個是玩具來的 其實我自己試過的 但都可以給大家看 這個是在前兩個星期前買的 好 打開就是這樣 其實你看到呢 這部東西是幾次有一個品牌的機器 幾次有一個品牌 那首先我們先看本體 其實我都怕電 因為放了一張椅子 我們先看本體 就是這部這樣的東西 這部 這部的尺寸其實 一隻手都拿了 還有可以摺開它 就不像一些好像大機那類 你就要自己按摩螺旋掌 這個就不用 這個就這樣打開就可以了 這裡就這樣拉出去 然後這裡拉過來 這裡就拉出去 這裡拉過來 那就完成了 但你都看見它 真的很有玩具的質感 這些所有的膠 沒什麼重量 好像全部都膠造那樣 正常來說如果真的是一部 叫做航拍機 就應該不會的 很有實感的 這個就是航拍玩具 但我自己都覺得接受的 就是可以這樣開出來 之後是非那部份 等一下再試飛給大家看 純粹都是開一開這個箱 裡面有些什麼 給大家看 好這裡放在一邊 接著到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就是它的遙控 那個remote控制器 就可以整條天線出來 然後這裡有些按鈕 這裡開關 這個是 這個好像是落地 好像是一件行 反行什麼 然後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按了之後就會落地 這個就是拍片 一個拍片 一個拍片 一個拍照 這個是較速度的那些 另外你可能會發覺 下面沒有得站 因為可以拉出來 這裡 可以這樣拉出來 拉出來就完成了這個按鈕 雖然就說不是好 但都好過沒有 正常來說是這樣 那個設計都OK 這裡還有可以打開 那給你夾相機 夾手機 因為通常呢 如果說圖存那一類 就要夾手機的 對了 那除非你自己有個屏幕在上面 如果不是的話 都是要夾手機的 中間那些按鈕就不詳細說 因為我自己都有些未知的 這個相機按了之後 它就會亮燈 代表你拍了 最右那個是指南針 方位 最右好像是GPS 那些 對了 不是很清楚 那些已經 大致上這個按鈕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 還有它就可以充電 這裡有個充電位 那用回最舊的Android 那些線就OK了 就不是Tup C那隻 好 那我們先把它收起來 那收起來 其實都幾 幾硬正 這個位置 是真的很大力 才可以拔出來 收起來都是一樣 那我可以先收起來 那就是正常的狀態 好 那看第二個 好 下面那些呢 就是一條線 就是剛才那條 USB充電的那些 然後這裡有一本說明書 那說明書不開 給大家看 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這個 這個可能要開 這個是一些的 後備螺旋掌 還有一支螺絲批 用來給你拆一些東西用 對 螺絲批用 因為我暫時都沒有拆過 可能就是拆 對 他說了 拆螺旋掌用 因為我現在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就不需要拆螺旋掌了 那等一下我就會去試一試 這個飛機給大家看 是什麼功能 什麼功能 還有航拍效果是如何 對了 好 現在我就會分兩部分去錄 那一部分就是 用這個 因為我現在用手機 所以做不到圖存 那現在就會只用這個 相機這樣錄 那看一下飛行效果 那這個位置好像不太看得多 對了 那看一下怎麼設定 或者我控制在螢幕上 控制在螢幕上 對了 那你聽到有聲音就代表 它開始對頻 好了 那現在其實還要做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 將 將這個飛機 設定做 這裡是反航的地方 就是叫做跳 吊架還是什麼鬼 我不知道 那就是把 把這個 把這個 這樣推上去 你會見到 它開始在斬 代表它即將要對 那我就要出來搞 這樣其實是很白癡的 首先你要拿著這部機 旋轉360度 對 然後再垂直 再旋轉360度 這樣去掉 因為很多飛機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了 搞完之後就可以了 你看到它移了位 因為我搞過來了 那現在就可以 起飛了 因為它現在就對了 還有GPS 還有GPS都對了 因為它飛機那裡 有個GPS系統 你可以穩定一點的 飛騰 那現在可以開始了 那首先這樣 想想一下 這樣 你看到它飛了 那只要我不動它 正常來說是不會飛的 因為要動它才向上飛 那現在開始了 你看到 那就是我向上飛了 但是大家未必看到 我盡量降低一點 但是大家未必看到 我盡量降低一點 對了 或者等我等我等 我現在試完 嘩好大風 今天有些風 按這個按鈕它就會降落一下 這樣可以自動降落的 這樣就自動降落了 那我現在看看 我能不能設定高一點那個腳 好 那現在就調高了那個位置 那現在可以繼續飛了 那就開始了 那就一樣 因為它要解鎖的 那就是這樣 那它就響了 那但是現在就看不到那個位置 好 那就是這樣 那其實可以飛高一點的 飛高一點 但是我就因為那個畫面問題 就不可以飛太高 對了 那之後我會找個朋友 測試幫我拍著的 拍著我飛高的那一下 其實可以 都可以的 不過就麻煩一點 我又怕撞了 還有大風呢 加上這裡 很小的位置 所以我就不敢飛太遠 那其實可以飛高一點的 飛到 我自己試過大約五十多米 差不多 都沒問題的 那你現在看到它這樣 那我真的不敢飛這麼高 那這個就純粹測試給大家看 那個機能是如何 還有那個聲音我自己覺得OK的 好啦 那現在降落了 那也是啦 按了按鈕 然後什麼都不用動 等它掉的 看到嗎 等它掉 那即將就要測試另一個系統 就是圖存 那圖存方面大家可能看得清楚一點 好 那我們來吧 那現在就連了Wi-Fi之後就可以開始了 那先進入APP 那進了APP 那就可以了 然後就按Ctrl 好 那現在就你看到那個畫面就是圖存的畫面 那非常之不清晰的 對啦 很坦白說其實真的不清晰的 但是就作為一個飛玩具來的 一定是OK的 好 那照顧照顧 按鈕 就是 拉回解鎖 好 好 好 那現在就飛了 好 那現在就是那個樣子了 好 那我現在飛高一點給大家看 那就是 因為就真的是那個畫面問題 所以 不可以飛太高 還有今天大風 我不敢飛這麼高 哈哈 我不敢飛這麼高 好怕 好怕走掉 好怕 但是這條屋區呢 就真的是 很多屋在旁邊呢 很辛苦的 飛得 不像我在南 不像在南生圍那些大 那些球場那些 那些 好恐怖的 那些風 真的 差點學不到 我 好 好 那些風 哇 那些風 好恐怖的 那些風 好 好 就飛高一點給大家看 臨前 對 飛高一點 但是上面有電纜 對 上面有電纜 我怕 我怕撞不到 好多電纜 先下地 對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因為今天都很大風 那通常你玩這些 什麼 航拍機 航拍飛機會很好 航拍機也好 航拍玩具也好 那 最重要就是留意風 最重要留意風 如果航拍飛機 航拍機的話都好些 因為它的GPS穩定些 還有它的螺旋掌也好些 但是玩具的話 就要小心那個風向 因為 太危險了 沒錯 那這次先試著這裡 下條片將會再次測試一下 我們會叫另一個FAN 阿基去拍 去飛行那個樣子 對 還有最好就 希望就不要有風 不要那麼大風 你看 那風風風風風聲 好 那下條片再見 拜拜